太阳还尊 月亮还在 仍要尽为你直到晚代 我从前 风吻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亲爱的朋友们 及家人们 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音乐老师 康恩老师 与您一同来学习赞美诗歌的声乐技巧 第一部分系列 那首先呢 我要介绍这个声乐技巧 为什么说赞美诗歌系列 首先我是一名基督徒 赞美诗歌就是赞美我们的上帝 就如同我这个声乐频道 那每一个碟子的时候呢 我都会寻求上帝祷告 看他怎么样带领我去讲什么的内容 该怎么样去更把最好的呈现给观众 把最好的 在我认为当中最好的礼物送给在座的各位 那也是 然后到今天 我觉得有个感动 从上帝而来的领受 就是要制作一期的赞美诗歌的声乐技巧 在中国呢 有一位声乐领军人物 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 叫做廖昌永教授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一句就是 人唱歌最最高的一个境界呢 就是面对面和上帝 赞美上帝 那这就是最最高的一个唱歌的境界 那在我所信仰的耶稣基督里面 我非常认同 因为上帝造了音乐 造了我们的嗓子 造了无论是器乐音乐 各种各样 最最大的一个用处呢 最最高的一个级别 就是赞美我们的上帝 那今天呢 这是我们的第一讲 还是一如既往 我会每一首赞美诗歌里面 都会呈现一个技术点 那今天的技术点呢 就是胸腔共鸣 在胸腔共鸣当中 如何去更好的去 让你的胸腔共鸣 更好的去掌握这个技巧 通过在赞美当中 通过这首赞美诗歌 就是亲眼看见你 所选的这个作品 那让您更好的去体会 然后也想把最美的一些音乐 这些音乐呢 它是很纯全 也非常圣洁 因为是在赞美这位上帝 所以呢 也很希望在这个赞美诗歌的 这个播放系列的 这个教学视频里面呢 能够把您 带到一个与世隔绝的 另一个世外桃源 好的 那么就开始来讲解 好 那这首作品呢 亲眼看见你 就是真正的是面对面 看见上帝 以前是听说 创造世界万物的真神 创造万物 那现在我看见你 那我们这个声乐技巧的要求呢 胸腔共鸣 更多需要你的控制 它的练习 它的练声 需要什么练声 你看我们的练声 我们用一个哼鸣 还记得吗 我们以前讲过 关于胸腔共鸣 所以这个地方 是非常大的震动 所以你吸气的时候 这个地方它的震动 好 在深呼吸 你还在呼吸的时候 摸到你的完全震动 还有半打哈欠 这种哼鸣在里面 您感受这个地方 非常非常大的震动 好 记得这个震动 其实是在你的背心这一块 它是有一样引起共振 震动在里面 好 再练低一点 当您在练这个胸腔共鸣的时候 就是你的鼻子 你整个 哇 这是在共振的 就整个震动的 整个是在发生一个震动 好 再深吸气 再深呼吸 这里面记住呢 就是我们说鼻痘 可以打开 而且呢 面带一点微笑 要全身放松 在视频前的您 如果是还是有些 心中有些烦恼 或者有些其他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 在这个 不如把它完完全全的放下 或者您心中 也是可以把这个 一样的 把它交头给上帝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沉下心来 好好地享受这个音乐 这个氛围 好好地沉下心来 安静自己 在练习的时候呢 可以想到美好的一些事情 嘴深深叹气 你看看到你的腹部 丹田的地方 完完全全的就是沉浸 在放松当中 好 那当我们这个胸腔共鸣 用亨鸣呢 是最容易 在我觉得啊 它是比较容易找到这个 亨鸣里面可以 找到这个胸腔的共鸣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演唱这首 就是逐一逐一地来去介绍一下 那这首作品呢 赞美诗歌 这是亲眼看见你 也是里面的内容呢 无论是太阳 还存 还是月亮还在 那每一个人呢 都是应该敬畏尊 尊荣这位上帝 因为他创造世界万物的真神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好像一个大概的内容 那 当我们在 唱这首歌的时候呢 如果从技术层面 一定要 深吸气 叹气 从第一句我们开始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 有你我生命在定量 有你我不害怕困难 有你我有满足的快乐 那今天最最重要的讲呢 就是这个胸腔的共鸣 那我们讲这一段的时候呢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 有你我生命在定量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 有你我不害怕困难 有你我有满足的快乐 就整个我们建立在这个胸腔的共鸣里面 当在胸腔共鸣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整个身心 完完全全的放空自己 就是想在这里的感觉 然后呢 对我来说 我每一天都会祷告 每一天我就觉得 上帝真的很美好 都会有一个满足的快乐 就容易满足 容易喜乐 让我的生命当中呢 我想我之前的时候 没有称为基督徒之前 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就是以唱歌 音乐 就是我基本上在我生命当中的大部分 那我觉得从我认识了上帝之后呢 那我的生命当中就变得不一样 不是仅仅的某样东西 占据我的心 就让我如果缺少这个东西 哇我就浑身就是完全被他控制 而不是这样 但是真当我认识这位上帝 透过耶稣基督的时候 那我的生命当中 我的喜乐的心 我的就在特别是对唱歌的人 对我们唱歌的人 那情绪非常重要 那情绪里面 你的心对了 你的身心 就有一个愉悦的心 容易放下自己的烦恼 放下自己的痛苦 那我觉得特别是在我们 我们这个疫情期间 那很多人无论是 可能是各种的困难 无论是失去工作 还有包括我们自己 可能亲人 就是生病 或者是离世 那这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大的一个 在这个阶段 就是疫情交加的 这个整个世界遍地的时候 就哪来的那么多喜乐 哪来那么多平安 哪来那么多生命的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 对我来说 就当我真正的认识这位上帝 真正的认识这位耶稣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在我的内心深处 他在鼓励我 安慰我 然后也在给我 怎么样去有爱心 去帮助到别人 就如同这个音乐 上帝给我的感动 无论是您在看我这个时候 是学音乐的技巧 还是有时候会分享一些故事 那我觉得 这一切当中 都是上帝 他的感动 也是来自于他的爱 他的love 所以我就分享一些 关于我自己 我自己真正的生命当中的 一个被更新 还有包括我自己 真正在这里面 感受到他的喜乐 真正的感受到 当我在赞美敬拜的时候 当我在真正的全身心 因为我是 我的专业是声乐 还有钢琴 那我当 我真的完全心 全身心的去赞美 作为上帝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整个身心 就是得到满足 然后也容易喜乐 也容易平安 那也鼓励您 如果您还没有 就是没有成为基督徒 没关系 那您也可以和我一样 来学习一下这个赞美诗歌 可以真的闭上眼睛 真的是 与这个世界 就是另一片天地 于是隔绝的 这个世外桃源的 这一片天地 那音乐当中呢 确实是 能够帮助我们 上帝通过音乐 帮助我们 更新我们 让我们更多的来 获得这个喜乐 获得这个平安 安慰的源头 好的 那刚才我们说了 好 我在身处里求告你 我在身处里求告你 你在天上听我祷告 那这个地方 你看 我在身处里求告你 这个我们终身去的时候 我在 在的时候 你看 宁波这块的时候 它是共振 这个位置 一定在这不变 还有包括 你看 还有一个 我在身处 你在天上听我祷告 就是有个位置 一个位置呢 是我在这里祷告 那另一个就是上帝 在上面 那无论是这个位置 在这里 还是在上面 当我们唱歌的时候呢 无论这是低音 还是高音 那我们这里呢 这一块 我们的胸腔共鸣 还是保持不变的 保持不动 还是在这个位置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一句 连在一起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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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处里求告你 你在 天上听我祷告 你时 我天故必难锁 我赞美你 直到永远 太阳还存 月亮还在 人要尽为你 直到万代 我从前 风吻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你看这一段 副歌部分 无论是高的部分 还是低的部分 那都是在上面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的位置 永远不变 太阳还在 月亮还在 人要尽为你 直到万代 我从前 风吻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你看你的胸腔共鸣 所以今天呢 我们讲这一首歌 赞美诗歌 亲眼看见你 最重要的一个技术点呢 就是这个胸腔共鸣 然后今天呢 我也是把这首 赞美诗歌 与您同 来分享 那如果您是第一次 听到这样一首 赞美诗歌的 那我相信 上帝会通过这首歌曲 与您之间 给你这种平安 给你这种安静 那当您觉得 非常的平静 非常的安稳 非常的 有喜乐在里面 那我相信 这都是上帝特别的恩典 给到您的 好的 谢谢您 那接下来呢 我也会继续的 会一些赞美诗歌 非常好听的 无论是技术的分享点 还是赞美诗歌 也会陆续的 您一同来学习 一同来分享 并且一同来赞美 好的 如果您喜欢我的 这个教学视频 欢迎您 点赞及分享 如果您还没有 点击订阅我的频道的呢 欢迎您 点击 并且打开小铃铛 订阅 就不会错我 接下来的每一期 精彩的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期待 下一次的再见 好 拜拜 拜拜